好 接下来追踪第一线 今天首先要讲的也是一个健康问题 我们的特派记者陈向如 之前才为大家报道说 中国大陆的地沟油问题 这么多年来没有解决 居然在最近还持续抓到 有人在练地沟油卖给餐厅 不过现在传出 似乎有日本的能源公司 用不同的眼光在看中国的地沟油 是什么状况呢 向如 未来预计大陆每一年 用地沟油提炼的生殖柴油 将会有90%会消往了日本 而至于美国则是直接进口 大陆的地沟油用来生产生殖燃油 根据报道 日本有很多家的石油公司 都在积极争取了 废弃食用油的资源 用来生产可持续的航空燃料 而日本国内的三大石油企业都表示了 今后为了保证产量 还将会从海外来进口废弃的食用油 譬如是来自于大陆的大量地沟油 其实除了日本以外 美国他们也在疯抢地沟油 根据报道就指出了 使用回收的地沟油好处很多 以生殖柴油为例 它的优势在于 可能可再生能力和环保的功能 它不仅可以完全替代普通的柴油 和现有的发动机系统相容 而且可以不占用土地 也可以不用跟人来征量的情况之下 通过植物或者是废弃物的碳汇流 形成了一个闭环 进而实现了零碳 可以说是真正的变废围报 而根据大陆的官方数据显示 目前大陆的生殖柴油 年产量超过了200万吨 而其中90%是出口的 在可持续的航空燃料方面 大陆供需市场还处于发展的初期 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能 截至2023年的年底 大陆已经投产运营的相关专案有两家 未投产或者是处于规划阶段的专案有五家 而其中镇海链化 已经实现了可持续的燃煤量产 产能一年10万吨 好 而说到是不是宝呢 接下来这个问题据说现在大陆很多民众在热烈讨论 说在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有个研究员95后 也就是差不多30岁上下吧 居然已经有四个不同专业的博士 还有两个博士后 这是真的那么天才吗 或者是这个学历要让人打问号呢 也请向如带我们看看 现在大家讨论出什么情况 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有一名95后的研究员赵子健 他拥有艺术 心理 教育和圣经研究 总共四个博士学位及两个博士后学位 而四个学位皆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包括韩国 菲律宾 西班牙 香港 而其中西班牙的这一所大学 并不在大陆所认证的名单当中 而另外两个学历 没有说明是在哪一间学校所取得 除了学历 网友他还执迷 这一位研究员他的简历披露了 中国抗癌协会的会员 中国心理学会的会员 中国翻译协会会员等 二学二项的社会兼职 结果立刻就被中国抗癌协会否认 他们的名单当中有赵子健这个名字 而大陆的留学仲介机构就表示了 赵子健他所秀读的学位 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 入学门槛都不太高 而这些学历头衔的含金量也不高 而另外一名的大陆留学的仲介人员就表示了 赵子健他的香港大学佛学研究硕士课程 学费大致是人民币14万左右 入学门槛其实不算太高 只需要提交了申请表 个人陈述 推荐信等 而对于英语的成绩要求 雅思6.0或者是托福80的同等成绩 申请者不需要提供GRE的官方成绩 至于赵子健他所攻读的双学士硕士的 优州大学部分的专业是采取线上直播授课 学制是一年或1.5年 学费大约是人民币5万8到6万8 综合估算起来 这一名赵子健他的学费是6个硕士学位 总共需要花费人民币60到100万元 如果读完包括学博士 或者是博士后的所有学费 花费可能是超过人民币100万 在优优优独播剧场上